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带大家聊聊有关以色列有哪些有趣的特色 每个地方都有特色,以色列也不例外 以色列男女都是需要服兵役的 但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可以背着机关枪自由行动的国家 大家在一些短视频里面经常在大街上看到 以色列的女性背着机关枪到处行走 也没有人惊讶,大家习以为常 全民都是军人 第二,以色列的钞票上有盲文 盲人或视障人士可以轻松的识别 咱们的money上也有很多盲文识别系统 但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钱是没有盲文识别的 尤其是很多国家的纸币是塑料那种纸做的 很光滑,是很难看到盲文识别的 那第三呢,大约93%的以色列家庭将太阳能用于热水供应 这是世界上用于家庭用途最高比例的太阳能 我们现在的家庭如果使用太阳能 大部分是为了发电 用于太阳能这个热水供应的应该不多了吧 可能南方城市还有一些 但是北方城市我就没见过多少 大部分家庭都是用这个电热水器 那像我家的电热水器从买来到擦上电 到现在很多年就没有拔过电源 那第四呢,以色列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但是以色列拥有世界上人均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国家 小小国家各种学者,诺贝尔奖无数 我认为呢,和从小培养兴趣爱好有很大的关系 和博物馆数量呢,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第五呢,女孩子都是以瘦为美 尤其是模特,但是以色列是一个禁止低体重模特的国家 他们追求健康 他们认为人应该以健康为美 而不是以瘦为美 那正常人呢,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第六呢,手机是在以色列开发的 在摩托罗拉的以色列研发中心 以色列工程师首先开发了原创手机的技术 在座的视频前的观众 您手机中的大部分技术都可以追溯到以色列的工程技术 那第七呢,咱们的电脑都是安装防病毒软件的吧 那第一个计算机防病毒软件是于1979年在以色列创建的 是他们发明的 那第八呢,第一个电动脱毛器 电动脱毛器就是女生会爱买一点 比如脱个腿毛啊,燕毛什么的 是在以色列创造出来的 第一种脱毛器呢,是1986年在以色列发布、生产、销售 那现在的电动脱毛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到 但是很少人知道它是在1986年以色列发明的 那以色列有多小呢 以色列很小,来看看以色列的地图 从西到东两个小时就可以跑完 那从上到下跑九个小时 那我们再来看第九,儿症 大家都觉得很可怕 那尽管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发明治疗癌症的药物 儿症呢,患者生存下来的几率也越来越大了 但是以色列的癌症患者生存几率是位于 是居这个世界第一的 那第十,进入以色列很容易 但是离开这个国家却很难 离开时,那里的安全检查很严格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总结了这十条 大家觉得哪一条对大家的感触最大呢 视频下方讨论 再次感谢您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